欢迎收看第五期西方观察 这期节目我们将会探讨Google人工智能Gemini 给使用者发现它拒绝生成白人图像 或者生成不符合历史的人物图像之后引发的争议 2024年2月初 Google给它自己主要的人工智能大型语言无形Gemini 添加了A图像生成功能 到2月中左右 很多Google Gemini的使用者在X平台 和其他社交媒体上面 曬出由Gemini生成的很奇怪的图像 很多使用者说 Google Gemini会拒绝生成白人的图像 即使提示生成一般是白人的历史人物图像 那时候也是这样 例如当使用者提出要求那时 Gemini会显示黑人或者中国人的图像 但是不会生成白人的图像 截图显示 Gemini表示 它没有办法根据特定种族和膚色生成人物图像 以避免延续有害的黑板印象和偏见 当被要求生成教皇的图像那时 Gemini也会生成印度女性和黑人男性的图像 当被要求生成1943年德国士兵的图像那时 Gemini也会生成不同种族的着着制服的纳粹士兵的图像 当被要求生成美国国父 早期参议员 甚至维京人的图像那时 Gemini也会生成不同种族的图像 即使这些图像和历史大相径庭 Google前工程师Debargados 在X平台上面留言说 要Google Gemini承认白人的存在是很难 2月22日 Google暂停了Gemini生成人像的功能 一日之后 Google高级副总裁Probacher Rogoffen 在一篇薄客文章里面说 首先 我们要进行调整来确保Gemini 未能正确生成各种明显不应该出现的人像的情况 其次 随着时间越久 这个模型变得比我们预期更加谨慎 完全拒绝回答某些提示 错误地将一些非常普通的提示解释成敏感 这两点导致模型在某些情况下矫枉过正 而在另一些情况下就过于保守 这就产生了令人尴尬和错误的图像 Rogoffen还说 Google会努力大幅改进Gemini 然后再重新启用人类图像生成功能 他说 就好像我们从一开始讲过的 幻觉是所有大型语言无形都面临的一个中所周知的挑战 在某些情况下 人工智能会出错 这个是我们不停努力改进的东西 观察家指出 Gemini的种族多元化和错误历史观反映了Google内部激进的左翼偏见 一些观察家指出 Google对多元化、公平性和包容性的关注 导致了Gemini的觉醒运动改写了历史 英国科技投资者 或者手动加入关键词的方式 保证会搞定Gemini的问题 但是他就怀疑Google觉醒运动的官僚机构 是否会允许他解决这个问题 除非造成这种情况的人从Google离职 不是的话什么都不会改变 只会让偏见变得明显和更加有害 顶级科技播客All-in Podcast的联合主持人 也对Google Germany问题发表了看法 David Sachs指出 Gemini准确地反映了创建者的偏见 他担心Google在解决这个问题那时 他们的偏见更加隐蔽 Sacks认为 Google应该利用这次争议 等真相成为他的人工智能无形的首要价值观 而不是意识形态 多谢你们收看这期节目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内容 那就请订阅我们的频道 关注透视中国 你会先知先觉